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宴京Andy 这里就是我家附近的一个宠物店 我听说他们里面有上海最受欢迎的五种猫 我们去看看马博,非常的期待 哇,好可爱 嘿,你好,我来看猫,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 可以,你帮忙去吧 谢谢啊 所以,现在哪个猫最 popular的猫在上海呢? 第一个是主角猫 他们是巨大的猫,也有可能是虚拟的猫 但他们是很友善的,他们经常被称为柔软的猫 特点就是,他们长得很霸气,性格也很亲人 这只猫现在才两个半远 它是小猫 你们在我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是吧? 我跑掉了 看它 哎呦,长不了了 所以这种猫现在是很受欢迎,是吧? 对的,因为长得很好,像小狮子一样 所以价格也是稍微偏高一点点 所以多少钱?差不多 差不多,均价的话是在2万左右 2万左右 对 所以上海还有很多人愿意花那么多钱买猫吗? 是的 真的啊? 对 接下来,ragdolls are known for their uniquely colored fur and blue eyes they're gentle, intelligent and love to follow their humans around like dogs 就是像娃娃一样,随便让人摆弄啊 他不管,他不介意 对,他不介意,他没有脾气,很乖 然后我看他们的眼睛都是蓝色的 都是吗? 对,全是蓝色 但是蓝色也分深蓝跟浅蓝 对,包括他们的毛色也是有分 这种是属于海豹色,然后还有蓝霜色,都不一样 这种毛多少钱? 跟免婴差不多 差不多2万块 对 我的天啊 很贵 所以他的一个特别就是 他眼睛比较大吗? 嗯 因为他是像画有眼线一样的猫 就是眼线是黑的 嗯 营间层的话差不多是在五千到八千左右 所以这个算是比较便宜吧? 对 对,比较大众化的一种 啊 嗯 嗯 One of my favourites, the Persian longhair is most famous for its extremely flat face They have a long thick coat of hair and short legs This cat is quiet and not very active and loves sitting on his human's lap He also loves apartment living, making him a good choice for people living in Shanghai 那他的鼻子为什么这么短啊?就这样? 因为品种的原因 家费猫他就是鼻腔很短 嗯 所以内线会比较发达一点 所以就是需要主人更加细心的照顾他 啊 对 是每天擦一擦眼睛什么的 对,因为他们会流眼泪 啊 品种的原因 但是这个不是说有关有影响到他的健康 他是本身就会这样 啊 亏多少钱? 嗯 家费猫吗? 嗯 五千到两三万都有 因为品种猫他其实是有看有没有血统症 证书 如果有血统症书的话 可能价格会更高一点 啊 对 对 然后他的特点就是他很瘦 然后他的脸很尖 耳朵很大 啊 对 而且腿特别长 很长 对 腿很长 就是比较瘦版猫 所以他为什么是瘦的? 他自己不吃很多吗? 不是不是不是 是贫重的原因 而且这种猫其实也不建议客人就是主人给他们喂太多食物 他们需要保持一种线条感会更好看 哦 对 嗯 这种的话差不多也是在一万到两万这样子 这种猫是你最喜欢的吗? 让我订阅一下 然后别忘了 喜欢、留言、留言、订阅 下次再见啊 下次再见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